斩云界,谁的那些没有一条老街的过往,不守的丢弃,始终在最醒目的位置占据天房,不曾久违,一株粒绿赞目,父辈走过,我也走过,一条老街留下了永久的记忆,城市变化的大,也挤不掉那条老街的印记,不管是高架桥的假期,还是地铁的同行,无法改变我对于一座老街的回忆, 因为,那里曾经是我生活的地方,和许多难忘的儿时的光阴,造际一起,王爷的鸟就在屋檐下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,包括六十门前的竹子,一下雨的时候,竹夜的雨迪透亮的滴到手心,用嘴唇人水一口,干钱干钱的,城市这些远地的变化,各种拆进一夜之间,让身边的整个城,发生了面貌上的变化, 这个城市,十年了一个分水岭,十年前和十年后都不一样,而我也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渐渐长成大人,有了朋友,有了爱情,还是舍不得小学后的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, 后来,大学毕业,到了一乡,就感觉到生活的老街,跟自己的生命是有关的,因为,童年时光所有的秉性,都是在老街形成的, 记得小学后往奶奶家包的无数吗? 艳艳的包子,每次他家里包包子,我都能吃上一个香喷喷的包子,也喝过王爷的大胡嘴的泉水茶,干钱干钱的,更记得敲着帮子卖豆腐的老爷爷,每天在胡同间敲着脆生生的帮子又喝着豆腐,穿旗袍的姑娘已经走远了,长大了,那个玩铁圈的孩子长大了,那些都是我曾经的娃伴, 今还讲天涯,在泉水旁长大的孩子,心灵干净的透亮,懂得感恩,懂得回报,懂得取舍,懂得善良, 花开四季,今年不改,一片是新的,就是缅怀一条老街的光阴,岁月给了我无数的阳光和暖意,让我更加懂得了与人助人和谦虚的品质, 八十岁的简纸爷爷年纪最大,记忆上好,他说,他简纸的作品更多的是来自大街小巷里的孩子们,我想简纸爷爷的作品里,是否也有我童年的时光? Sweet Memories 就做成不管如何更新,那些旧成旧式旧观念是无法忘却的, 寻根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兴起与骄傲,也是一种生产力的在发展, 站在老街的阳光里,倾听一座正午后的阳光, 在远济南市旅游发展的园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 NewsD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